大家好我是Yoseph 我們現在要來講解我們的 訓練的組成單元 我們訓練是以 區塊作為單位進行一個區分 每次訓練約為五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為熱身 第二個區塊 到第四個區塊為訓練 最後一個區塊為緩和與恢復的部分 我們熱身區塊是由 軟組織放鬆 加動態伸展組成 約10到15分鐘 例如說我們上班族或九座族 可能平常的背部 或我們的臀部比較 無力 那我們就進行例如說激痛點 或用按摩球去刺激你的臀部的部分 或是用滾筒去放鬆你背部的部分 它可以讓你的動作範圍變大 局部的體溫或血流變高 讓你去降低的傷害風險 或者是啟動一個神經活化的部分 那動態伸展一樣有 我們體溫與血流增加還有動作範圍提升的效果 並且沒有傳統近代伸展 例如說降低肌力的副作用 這是我們常見的幾個 動態伸展的一個範例 然後我們動態伸展會根據 例如說我們的訓練的週期 進行一個 簡單鬧難的一個加強 我們原本可能只是基本的巧適 到後面可能會進行雙腳跟單腳的切換 或是一個彈力帶來的差別 再來就是進行到我們的主訓練 就是我們的區塊二 通常我們會由上半身加下半身 再加一個伸展 結合成一個區塊 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看到 第一個動作是前深蹲 進行下半身為主的訓練 第二個部分是進行一個滑船 進行上半身為主的訓練 第三個是進行一個 腿的一個伸展 等於是回到我們針對第一個 訓練部位進行一個伸展 這就是一個循環 那我們每次訓練的時候呢 會給你一個訓練量也會給你一個順序 上面在我們PDF 都有非常清楚的一個講解 那每次循環一個做成之後呢 進入到第二組循環 第三組循環 例如說我一二三做完之後 其實還是回到第一個喔 還是在區塊二裡面 好我們區塊二座結束完之後 就會進入到我們的次訓練 例如說區塊三 那跟剛剛一樣 我們會有詳細的一個次數或主數的一個講解 那我們都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PDF 這跟 主訓練一樣 都是採取一個比較大之群的訓練為主 好 第四個區塊通常是我們的核心區塊 或是我們的輔助區塊 他會進行一些核心的訓練 或是除了核心以外 進行一些穩定性的加強 例如說像我們的穩定性PK 或是說在基本的棒式平面上 再加上一些例如說寬區 一個登山式 然後進行一個胸椎跟腰椎的一個伸展 例如說一個區幹旋轉的一個伸展 好我們第五區塊 就是我們的恢復與緩和 約大概五分鐘 我們會去針對我們今天訓練的主要項目 例如說我們有深蹲 我們就去進行一個大腿的一個 放鬆 我們今天有訓練滑下拉或背部訓練 就進行背肌的放鬆 好我們這些自我放鬆放完之後呢 這就是我們一個基本的訓練組成 但是我們會建議你 可以從我們的一個12週伸展訓練計劃 或是一下我們恢復的動作庫 去把一些你覺得比較緊的部分 或是想要伸展的部位再放到我們這個 恢復與緩和之後 那大概是五到十分鐘之間 敬佩